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突然之間在俄乎戰爭來說 俄羅斯似乎打算將行動升級 突然之間我手機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一樣 很多新聞應用程式都跳了相關新聞出來 顯示出俄羅斯決定投入更多人手 和更大的武裝力量去特別軍事行動入面 另外揚然有機會用核彈作為一個還擊 並且由普京在一個正式場合 把核這個字放上桌面 所以對於整個國際社會來說 都是為之一陣 待會跟大家分享一下詳情 特別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真的動用核的話 我們作為香港人 當然無論是美國也好 還是俄羅斯甚至烏克蘭也好 距離我們香港的物理距離都很遠 究竟我們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另外今天第二宗新聞 這宗新聞相對娛樂性一點 就是關於一個香港的政治人物 叫做余黎清平 也是監警會委員之一的他 在無緣無故說同樂居 即是同樂居就是關於很多小朋友 然後被那班照顧者 怎樣怎樣怎樣的事 大家都知道我說什麼 但他在說同樂居這件事的時候 就無緣無故提及到 他覺得跟無線電視有關的 因為無線電視的香港小姐泳衣環節 就小報到不得了 所以就搞到現在的人都學壞了 好罕有地 無線電視就做了一個比較嚴肅的譴責 就是對於余黎清平女士 會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因為這件事對於無線電視來說 其實是很少見的 因為無線電視本身會去進行一個法律行動 即是你說出律師相也好 還是真的找律師去告人也好 是有的 本身都已經少了 以及大多數的對象 都在說是黃的 或者是一些民主派的人士 是真的很少對一些 不是黃不是民主派 政見是正常人 去作出如此強烈的譴責 代表了可以從一個側面 就可以看到 這個余黎清平他的言論 就太過過火了 另外林作這傢伙出來撥火 他就恃著自己都收過無線電視的律師信 所以就在那裏支持無線電視 就要出律師信給這個 香港政府的前高官 不過井仔對於這宗新聞 有另一個看法 不過與林作沒有什麼關係 不是他周圍撥火的那些 而是我自己 站在我個人立場來說 我是很不同意余黎清平的言論 甚至乎他的言論 在我眼中 我是看到一種 是代表著社會不負責任的家長式言論 當然我不是和大家討論那些很膚淺 就說 哎呀沒得看好小報所以我很生氣 我不是這麽膚淺的人 我稍後會把這件事 拉去一個比較高的角度 去告訴大家 為何我會想去罵爆這個魚黎清平 絕對不是說井仔想看香港小姐 想看他們穿三點飾 不是這些 我本身都已經沒有再看香港小姐 叫做賣個關子先 大家想知道的話就繼續聽下去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最後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隔離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正式開始 俄烏戰爭自2月24日開始 到現在已經接近7個月時間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今日9月21日發表講話 宣布會在俄羅斯啟動局部動員 並且已經簽署了命令 俄羅斯的防長之後也提到 會動員30萬的預備役工民 俄羅斯會自21日開啟動員行動 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報道 普京就說 只有目前準備役工民 首先要在武裝力量伏過役工民 以及具有一定的軍事專業和相關知識 才會被征召入悟 這也是打破了一些外界對於俄羅斯的抹黑 俄羅斯現在凡是藍丁都要拿進去征召 告訴你高矮肥瘦多少歲都要拿進去征召 那不是的 因為有很多親美媒體都藉著這段時間 因為他們不喜歡中國所以也不喜歡俄羅斯 覺得只要不是朋友的人所有人都是敵人 於是就無逢地不斷去抹黑其他國家 但凡是跟中國友好的國家 都會被很多親美或者我們叫做黃媒的媒體 加以去抹黑 我們繼續說回新聞內容 普京也都指但凡是被征召去復兵役的人 在去到部隊正式落地去工作之前 都需要額外接受軍事訓練 普京在他自己的講話中就談及到 打擊烏克蘭納粹分子需要特別的軍事行動 並且批評西方正在試圖摧毀俄羅斯 並且說西方開始用核去恐嚇俄羅斯 威脅對俄羅斯會使用大規模的殺傷力武器 俄羅斯將會使用一切的手段 去阻止這些尋求統治世界的人 而現在俄烏雙方在烏東那邊進行激戰 烏克蘭聲稱自己的反攻是相當成功的 接報連連包括重脫哈爾科夫的大片領土 烏東頓巴斯兩個自稱獨立的親俄地區 這兩個目前由俄羅斯控制的地區 在昨天相繼表示將會舉行入俄的公投 這個公投引來烏克蘭和西方多個國家說不會承認這個結果 普京在最新的講話亦表示 俄羅斯將會盡一切的努力 去為頓巴斯和向俄羅斯提出申請地區舉行公投 去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 另外普京亦誓言說到將會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 去捍衛俄羅斯 又不排除會動用核武器去保護領土的完整 受到消息影響 整個環球的經濟市場 避險情緒大大提升 投資者將資金轉投入一些具有避險功能的投資物品 當中包括美元、石油和黃金 美匯指數曾高見$110.087 升了0.4% 另外金價也升了0.48% 油方面也升了2.9-3% 總之大家都知道整個環球市場 都真是因為普京這句話為之動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其他香港的KOL 他們每天都會告訴你 俄乌戰爭打成怎樣 有些會跟你說 烏克蘭會出動一架神秘飛機 有些會跟你說 烏克蘭的船被人打沉 這些資訊在常規戰爭來說 都可以說是有意思的 但是一旦去到用核的話 就算你的飛機有多少隱藏武器 有多少隱藏專利 就算你懂得穿越時空也好 都變得無用 核為何會成為世界的禁忌 是因為它擁有極端的毀滅性 而且也有數據客觀地指出 自從世界各國的大國擁有核武之後 世界真的變得和平了很多 因為極端的暴力反而能夠帶來和平 是很矛盾 但是這件事確實是現在國際局勢維持著 一種脆弱的平衡 但是似乎這種脆弱的平衡 會率先由俄羅斯方面被打破 或者大家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天真的想法 就是會覺得 俄羅斯現在跟烏克蘭打 等於俄羅斯和美國打 就算真的要射核彈也好 俄羅斯會射的對象 要摩就是烏克蘭本身 要摩就是美國本身 對於美國來說 要射的就是射烏克蘭 感覺上對於中國沒有太大關係 雖然將來可能會有透過天氣 透過氣候 透過風向 就會將一些核的污染物 吹到我們中國那邊 因為中國和俄羅斯 大家是有領土之間的銜接 即是你過一條橋 你就可以由中國去到俄羅斯 所以會不會中國東北那邊 就會受到比較大的影響呢 當然了 其實說到核 事情就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這個世界上 不同的國家之間 大家都簽訂了一種叫核保護傘的政策 當中的政策就是 如果某某擁有核武的國家 去攻擊一些沒有核武的國家的話 如果他和其他國家簽訂了這個保護傘協議 將會由其他的大國 替他報復射核武器 然後一個被人射完的人 可能他就算擁有核武也好 他都會和其他國家簽訂了核保護傘的政策 最後我射他 你射我 然後他射你 然後你射他 總之 到了最後 一定會變成八國聯軍 大家互相混亂 你射我 我射你 所以在理論上 是不會存在 大家會想 美國和俄羅斯射完之後 中國可以成為世界第一大國 順便可以接俄羅斯 接美國屬於自己 加快中國人崛起的腳步 這個作為中國人當然希望看到 但是 就算 就算 這個世界 沒有了核保護傘政策 也好 但是美國如果 他作為即將會被人射的人 你覺得憑美國佬的性格 憑每一個國家都應該出自於自私的 又或者不是叫自私 只是為自己國民去著想的一個理念 當然他不會只希望看到自己單方面陷入一個劣勢 一說劣勢的話 就要全世界都要拖下水 我要經濟受到徹底毀滅 其他國家同樣地都要受到徹底毀滅 這樣才公平 這樣才對得起自己的國民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不單只是美國 俄羅斯本身一旦選擇使用核的話 會盡可能將它能覆蓋到的國家 全部拖下水 總之就是說 其實一旦使用核之後 都沒有什麼所謂法律可言 總之 大家都會拼到一個致死荒憂 當時 說很久之前 為什麼美國敢在日本放他們的小男孩下去呢 因為當時這件事還未成熟 甚至乎還有很多自動防衛功能都未研發出來 還有當時美國 是說少數擁有這些大殺傷力武器的國家 和它知道日本是沒有科技力量還擊 所以它才可以夠膽這樣做 但是時間到了2022年的時候 哪怕是一個非洲 你根本不知道它叫什麼名的小國 可能隨時和其他國家簽訂了這個保護傘協議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俄羅斯和烏克蘭打 他們打都不關我事 我們中國人就可以餘翁得利 如果他們一直保持著這個常規的軍事作戰的話 可能是 但是再進一步的話 全世界的人民 全世界的子民都會遭殃的 身處於香港的我們 避不避到呢 其實有一個不知算不算是提示的東西 俄羅斯為何他們的地鐵站會起到這麼深 如果你去過俄羅斯旅行你就會明白 他們的地鐵是要等很久才可以搭到地鐵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所有的地鐵站起來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搭地鐵之外 亦是說如果將來發生核戰爭的話 他們的國民就可以去到任意一個地鐵站去躲避 因為他們的地鐵站起在地底一個很深的地方 所以只要關上門 就足夠去躲避這些核輻射 這個其實就不是什麼懶知識 有很多遊戲都是建基於這個真實的知識去做改編 所以我自己都是因為打遊戲機 所以就認識了這個知識 至於如果香港地震有一天 是遭受到核事故的影響 又或者可能的核電站漏的話 我不知道究竟香港 即是你進去地鐵站幫不幫到手 因為不是每一個地鐵站都是建在地底的 好像黃大仙、鑽石山、諾富 那些感覺上相對是一個地底的位置 但好像九龍灣、牛頭角這些站 在高空天駕橋那裡 就算你進去地鐵站也沒用 撇除核那一方面 其實關於現在的俄烏戰爭 誰憂誰劣 如果大家只看一些香港的中文媒體的話 我自己看就會說到 俄羅斯好像輸眼 但當我反過來看一些香港中文媒體以外的中文媒體 我又會發現 俄羅斯似乎頂得住 俄羅斯似乎六四開 是站在六那邊 有一點點優勢 關於兩軍的常規對譯 我自己就不是什麼軍事專家 而且坦白說 我自己已經比較少去留意他們 現在誰憂誰劣 因為我也是在等最終結果究竟是怎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 俄羅斯是怎樣 烏克蘭打成怎樣 大家看新潮文就可以了 說完這麼嚴肅的話題之後 跟大家說說花邊新聞 希望聽到來這裡的你 就不要關掉影片繼續聽下去 監警會的委員 余黎清平在昨天 9月20日 在同樂居的會議當中 直指色情暴力電影電視就氾濫 造成了同樂居問題的原兇之一 更加點名批評 無線電視的香港小姐 泳衣問答環節 小報到不得了 答問題 要不要在冷氣房裡 對著曾志偉那些 睜大眼睜看得緊 為何要穿三點飾去答問題 我如黎清平就不明白了 到今天 TVB發出強烈譴責相關言論 刻意將本台香港小姐 競選的傳統比賽內容 跟社會某些不合適的議題掛勾 指公司將會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 我自己真的站在TVB那邊 為甚麼呢 按道理說話 其實你怎可以說 關香港小姐的事 一來 無線電視的影響力 它的收視率 一直不斷被其他不同的影視串流平台 或者其他消遣娛樂活動 已經搶走得七七八八 香港小姐的收視率 一早都大不如前 如果你說真的因為小布而造成的影響 很明顯它的影響力 也會隨著時間衰退 到現在已經變成很低的影響力 如果按照余小姐這套邏輯去說 其實同樂居這件事 一早就應該要發生在十年前 甚至乎二十年前 有甚麼理由到現在才被人發現 所以在邏輯性和時間性上 是完全一派胡言 有了 你說因為很小布 所以會影響人的心智 你也可以勉強說得通 但也請你拿其他例子 例如說 手機的興起手機的普及 只要是一個八歲的小朋友 他打開遊覽器 隨便打幾個字 他想看甚麼甚麼都有 到時不要說穿得小布 根本每個人都沒有報 甚至乎 你想像不到的 和你想像到的 甚至是沒有監管局 通訊監管局去監管限制的 甚麼花式都出齊了 即是他作為一個社會名流 曾經做過高官 說話不是不行 但要有邏輯和好的例子去進行輔助 你說一個根本沒有影響力的例子 還要間接弄壞別人商業機構的名字 我是無線電視 就算知道你是監管會成員 就算知道你是前政府高官 都不會給你面子 都會說明追究你的責任 還有為甚麼我會覺得 不如來清平他的言論 是一個我會形容為 不知所謂的家長式言論 不負責任式的言論 跟大家分享一段 我很久之前在網上看到 一個很有意思的句子 甚至乎是故意抄下 如果各位是家長的話 聽到這些可能會比較反感 但我覺得都需要跟大家說一下 大家聽著 對於家長而言 家長是不需要知道電子遊戲是甚麼 究竟他會不會造成更事 究竟他會不會上癮 家長們只需要一個人用來揹鍋 用來揹飛 或者叫做背鍋合的東西 一個可以用來掩蓋家庭教育失敗 學校教育失敗 社會教育失敗的東西 現在大家會稱之為電子遊戲 十五年前大家會稱之為早戀 三十年前大家會稱之為偶像 三十五年前大家會稱之為香港電影 四十年前大家會稱之為武俠小說 正正在描述余黎清平這套說話 背後的邏輯就是不負責任 就算小報又怎樣 小報你都可以說用來欣賞女性的美 正如馬麗聯盟路 沒有人會說她是暴露 沒有人會說她是教壞人 大家都會說 馬麗聯盟路就是帶來性感的 相低創造了女性 馬麗聯盟路創造了性感 也可以作為一個好的性教育用途 讓小朋友早點去接觸這件事 其實現在是說社會出現了問題 因為社會有很多年輕人 有很多照顧者的價值觀出現了問題 才導致同樂居這件事 你強行去屈人說 是TVB出錯 這些就是典型高官的思維 不願意去承認背後社會政府的錯 反而去找人背了隻死貓就算了 我覺得這些真是很不負責任 我作為一個十年前都是中學生的人 我夠膽站出來說 香港的性教育是延遲落後於父了 比起世界其他地方 是退步了成30年的時間 曾經作為社會一份子的持份者 有能力可以去為香港教育作出改變 不改變了 去到之後 現在社會出現了大問題的時候 就輕輕地站在道德高地就說 其實都不關我們事 他們自己看壞東西學錯了 就是這種嘴唸才是令到井仔我這麼生氣的原因 其實我不太在乎 究竟你說什麼香港小姐小報與否 你打開日本網站你什麼都可以看 所以無論今次是否說同樂居 無論今次是否說多報好小報問題 就算今次余黎清平是說什麼電子遊戲 搞到同樂居事件出現 我照樣都會用同樣的論點去罵他 因為實在太不負責任 是那種太於父守舊的思維 就算這個人他是撐警的 就算這個人他是正常正見也好 但不好意思 我這次真的很不同意他背後說出來的邏輯 可能有部份的觀眾你們作為家長 你們曾經都是很壽視電子遊戲 很壽視武俠小說 很壽視組亂這件事 甚至乎會覺得今集的井仔 簡直是與無倫次一樣 但不要緊 我始終都是站在自己的 堅定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純粹就是找東西賴 你自己不願意認整個體系出錯 故意要去找其他東西賴 我是看不過眼這些 至於林作在這件事上 因為他似著自己收過無線電視出的律師信 所以他為了拿曝光 又湊一下熱度 不斷在這裏叫無線電視 對呀出律師信告他 否則你們無線怎麼對得住我林作 林作甚至說 如果TVB不出律師信 去給魚泥清瓶 我會出譴責信去譴責TVB 以及譴責這個魚泥清瓶 林作這個人一向都賤 之前看到李澤佳 捐一千萬給阿Mo的爸爸 然後拒絕了 他又倒數閒頭慘過敗家 然後又說去給一百萬阿Mo的家人 後面又一大堆條款代價 阿Mo又要做我代言人 我又要為你們發聲 又不知怎樣怎樣 總之 林作這傢伙一向是賤人 他除了之前不開名 鬧爆芒向那一番言論 我是同意之外 基本上這傢伙的人格品德 都是一坨嗚嗚而已 不過話時說 他到最後都沒有去回應林作 也不敢打電話給林作 其實可能是芒向 因為看到林作是大律師 所以就不敢打電話給人 額外說多幾句 芒向是露底了 他會去打給什麼人 打給什麼人 大家就會知道 背後究竟是反映了什麼 不知道芒向 會不會聽完這集之後 就夠膽向林作宣戰 今集分別說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而且我也知道 在今集後半段 我評論如泥清平的事情上面 大家可能聽得明白的 就會覺得有心度 聽不明白的 可能真的會覺得 我語無倫次 或者今天吃錯了藥 無論怎樣都好 同意不同意 有什麼想分享 就在下面留言 我拍完這條片 出完片之後 我要去換身份證 好了 就這樣吧 拜拜